嗯 啊 啊我們ok以後 他說存檔之後做播放測試 剛剛我們有測試過了 ok 再來繼續 他說啊 接下來就是課本的 課本他希望各位做的一些動作 我們把他加入進來 他說請修改 投影片的變化 這個項目 那這個變化這個項目呢 他有分色彩啦 字型啦等等 喔還有效果 那他指定是 色彩要改成紅塵色 紅塵 來我們看一下 那這種的話呢 不是單單針對一張呢 他是針對整個 我們看一下怎麼做 那各位呢 對於這個你已經譬如說 譬如說你已經有一個布景主題了 你已經設定好布景主題了 那你想針對布景主題裡面的一些圖形 他的色彩要做修正 因為你選擇布景主題以後 通常他會先用預設的值 先把顏色上上去 啊現在呢給你更大的自由的空間就是 你可以去修改他的效果 他的顏色包括他的文字的組合 所以呢 他進一步的可以讓你再設定這一些 齁 來我們進來看一下 好 我們到設計點一下 等一下 電池沒電 換一下電池 好 我們到設計的標籤點一下 然後到右邊去看 右邊看一下 右邊的變化這裡 有沒有看到變化 齁 這邊 嘿在這邊 那你把這個其他按下去齁 其他按下去就會有色彩 自行 效果 還有背景樣式給各位 來挑 那他呢 這邊是請各位選色彩 色彩啊 你滑鼠放在色彩的這個項目 順著他過來 底下請你選紅橙色 紅橙 紅橙色 紅色跟橙色的交 這個這個交互運用的結果 他還有很多種啦 那這邊是指定各位用紅色 課本裡面是希望你用紅橙色 那其實你如果要用其他的 底下活擦啦 因為會做動作比較重要 知道怎麼樣做比較重要 至於挑選哪一個那倒還好 各位可以立照你們自己的喜好 去改一下沒關係 再來 再把效果設定為光面 好 所以各位再進來一次 這次是要改效果 在變化的這個面板 右上角有一個其他的按鈕 剛剛按下去了對不對 剛剛是選色彩 現在我們進到效果這邊來 效果的話呢 他有好幾種 你呢可以先放著 然後看他有什麼改變 那麼呢我們是放在光面 他要求光面 我們就選這個光面 OK 好 這樣的話呢我們的變化呢就OK了 他要求這兩個而已 一個就是色彩 一個就是效果 OK 好把這兩個改完了 那我們這個動作就結束 這個是他的第十二體 裡面的第十二體的動作 OK 再來呢 我們投影片做的差不多了以後啊 基本上我們是整個投影片的流程 大致上是這樣 你在做投影片的過程 都先把該放的東西都先一張一張先放好 好一張一張放好之後 那接著你再去思考 你要不要有轉場的效果 就我們剛剛講的 第一張做什麼轉場效果 第二張做什麼轉場效果 以此類推 轉場效果呢 動態的效果是可有可無 你依你實際的狀況 我們不是說一定都要有轉場效果 不一定 你自己可以衡量 就是說你將來在職場上 在公司在做簡報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決定 這沒有人規定 一定要有的 再來就是說呢 那麼我們剛剛講的這些 乃至於聖句是布景主題 那一定要有布景主題嗎 也不一定 不一定 如果本身你的背景就做得很漂亮 做得很適合 做得很適宜 那其實不見得一定要用他的布景主題的 這種東西都只是讓你 錦上添花的一種效果 第一點 第二點 如果你的投影片裡面 沒有什麼東西 你剛剛你的投影片裡面 放沒什麼東西 那我就會建議 那你就用布景主題 是因為在視覺上 至少可以充淡掉你內容的 單調跟匮乏 如果你的投影片裡面實在是沒有什麼內容 那你不妨就用布景主題去加強他的視覺性 這樣子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13題 他說呢 插入投影片的編號 好 各位 這就是說 我們投影片呢 做完之後 我們給他編號碼 編號碼呢 基本上只是方便你 知道你現在在第幾張 如果沒有編號可不可以呢 也沒差啦 他跟WORD不太一樣 像WORD呢 如果我們在做WORD 原則上如果是一份長文件 比如說長達三頁四頁以上 我們就會強烈的要求 最好插入夜碼 夜碼知道啊 可是呢 投影片的話呢 基本上是播放的東西啦 你只是要 如果你只是要了解之後 我現在當下是在第幾頁 那其實喔 夜碼只是一個這樣的參考作用啦 所以呢 基本上在投影片裡面 夜碼是可有可無的 不見得一定要有 你自己意義呢 如果夜碼對你來講沒有什麼意義 那沒差 你就不一定要放夜碼 OK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是告訴各位 如果要放夜碼 要怎麼放 來我們來做一次 他說呢 請插入投影片的編號 就是夜碼 跟夜尾 另外這個夜尾呢 他要加上什麼呢 某某某某某某人製作的字樣 這邊 我們底下第幾題呢 第十三題這邊 他說 請插入投影片的編號 以及夜尾 啊這個夜尾呢 就是文字啊 每一張投影片的下面啊 固定啊 會秀出什麼樣的文字呢 就是某某某製作的文字 好 最後呢 那麼把它設定為標題啊 投影片不顯示 就是第一張啊 通常第一張是封面 封面齁 還顯示編號齁 有點慫啦 所以呢 通常第一張標題投影片 我們是不顯示的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齁 很簡單 那麼我們來到我們的常用 插入才對插入齁 不好意思插入 我們到插入的標籤進來 順著他到右邊看一下齁 這邊有一個叫做 啊 投影片編號 投影片編號 其實呢 有兩種做法 要加入頁 加入編號兩種做法 一種就是投影片編號 另外一種就是利用頁手及頁尾 這兩種都可以齁 看你用哪一種 好 那我們是用投影片編號 來我們把投影片編號點進來 好 它是一個功能表 各位你看一下 有了進來了 來各位你看一下 這個功能表是這樣齁 你可以放幾樣東西 第一個日期及時間 日期及時間 你如果把打勾啊 我們這邊是沒有要求各位放這個來 我就是順便講一下 日期及時間打過的話呢 他到時候會在投影片的下面齁 自動的打上時間齁 啊 時間有兩種 一種是自己去抓電腦的時間 又叫做自動更新齁 你每一次出來的時間都不一樣 叫自動更新 除此之外呢齁 他這個自動更新還有分齁 你是要吸力還是中華民國力齁 這邊的話呢都可以自己決定 這是自動更新 固定的話呢 就是說我這一份投影片 是在什麼時候做的 因為齁 如果你做的投影片有那一種update的 有那種update的情況 就是版本的情況 那你可能在每一次做投影片的時候 就先壓日期 我這本投影片是什麼時候做的 下一次如果有更新的話 我們另存新檔 再存一個新的版本 這樣子一個版本一個版本 可以固定下來 那像這種情況之下呢 你就可以用固定 固定的意思是說呢 你自己呢把時間打進來 那這一種的話呢就不會改變 你下次再打開 那還是這個日期 這個指的是日期及時間的情況 在這個題目裡面 我們並沒有要求設定日期 我只是順道講一下 我們要的是底下這個 投影片的編號把它打勾 他會自己依照 這個投影片是第幾張 這個投影片目前是在第幾張 他會自動把那個編號打上去 那再來業圍點一下 要打什麼呢 我們打某某某製作 所以呢就打上各位的姓名 好 那我就打我自己的姓名了 代表呢 這份報告啊是誰做的 然後呢第一張投影片不顯示 所以呢標題投影片不顯示 我們順便把它打勾 好 就這樣就可以了 好 按一下 全部套用 所以這東西是各位 未來你們在職場上做編 做這個投影片的製作的時候啊 你都可以進來啊 做這些設定 這樣的話呢 你投影片底下就會秀出相關的訊息 好 按一下全部套用之後呢 那麼呢 你可以到第二頁 我們到第二頁看一下有沒有呢 有 只是被那個圖形遮住了 在右下角一個編號2 然後左下角呢 有一個某某某製作 你的名字就秀在左下角了 所以很小 字不大 你要稍微注意看一下 好 你可以到第五 第六張投影片比較明顯 第六張投影片 因為第六張投影片 它沒有那個圖形 所以你可以在右下角看到編號6 在左下角看到我們的名字 OK 你可以用這樣子來看一下測試一下 看第六張比較明顯 看第六張比較明顯 這一種喔 你可以 你可以到 你要按全部套用 按一下全部套用 好 OK了哈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下一題 下一個要求 他說呢 請各位呢 請各位呢 OK哈 最後一題請存檔之後 再令存成播放檔 各位 這就是一般我們powerpoint做好之後 如果要寄給客戶的話 我們都會寄給他的是播放檔 也就是說呢 各位呢 一般來講 一般來說 我們powerpoint在做的時候 會做 一般我們powerpoint在製作的過程 製作的過程 製作過程 製作過程所存的檔 叫做 PPT檔 powerpoint的簡報檔 製作過程 你所存的 製作過程所存的檔呢 因為你隨時都打開出來改嘛 所存的檔呢 這個我們把它聽到簡報檔 它的固檔呢 這是點PPT 點PPT 通常做好了之後呢 假設我們今天是要寄給客戶 或是我們要直接把檔案帶著 到客戶那邊去做簡報的 這種我們通常就不一定要 不用帶這個簡報檔 簡報檔是隨時 隨時可修改的檔案 它是屬於原始檔 可修改的檔案 打開就可以改裡面的內容了 那麼呢 如果做好以後 我們直接要扣在那邊去 我們就直接把播放檔 帶過去播放就好 因為不會改 直接就是 直接就做播放了 所以我們會把它怎麼樣呢 會把它另存成 做好以後 做原始檔之外 我們會另存成播放檔 播放檔的話呢 它就不會再用PowerPoint打開了 而是直接就一執行 就開始在播放投影件 這播放檔的話呢 我們它的 那個固檔名就是PPS 所以你看的時候呢 你注意一下呢 它的固檔名應該是PPS 另外呢 如果有這個需要的話 比如說 要令出來也好 或是說 各位希望我們寄給它也好 有時候呢 我們會怎麼樣呢 也可以把它另存成 另存成什麼呢 並存成所謂的PDF檔 這屬於文件檔 這就是屬於文件檔 這個文件檔 PDF有個好處是 對方直接在Google就可以打開來看 對方直接在Google就可以打開出來看 它只要點一下呢 點兩下呢 它就在網頁當中直接就開始 因為我們現在的 我們現在的網路可以支援PDF 所以這個主要說呢 可以在網路上看 其實PPS也可以啦 因為我們現在Google的文件都有支援 就是這樣說啦 各位你知道嗎 它有很多的 它有很多的公家機關也好 很多的私人企業也好 他們不是用Google在看網路的 他們是用什麼 你知道嗎 還是用IE欸 知道嗎 我們都很習慣用Google在看的對不對 對 很多的公家機關 甚至於很多的公司 他們還是用 習慣用IE在看網路啊 不過可能已經好久都沒有用IE在打開來對不對 對 所以呢 基本上 像有很多的那個 它就要求用IE開啟畫面 所以呢 基本上呢 我們還是不能夠忽視這類的存在 那他們 如果你 他們可能沒有線上支援PPS PPT 可是呢PDF是 你用IE打開 它一樣你可以看得到 所以 我們現在的網路有支援PDF 所以它可以在網路上直接就看到你的內容 所以這個例子的做交 做一個討論 所以現在檔案都可以很多元化 不是只有 基本上就一種 所以呢 我們通常不會去直接把原始檔寄給客戶啦 我把PP檔寄給客戶沒有什麼用 因為它搞不好對方萬一沒有PowerPoint怎麼辦 所以呢 這也是一種情況啊 所以而且客戶只是看而已 他也沒有必要幫我們改 對不對 所以通常我們只是大家看一個結果 我們可能就直接把PPS寄給他 或是把PDF寄給他就可以了 像各位 未來如果你用PowerPoint 做你個人的動態履歷表 那像我們今天呢 末了 各位呢 我們會給各位個作業 就是個人的動態履歷表 五張投影片就好 我先講 各位等一下吃飯可以在裡面想一下 我們今天會有各位小小的作業 就是請各位呢 做一個五頁 五張投影片 最少五張啦 最少五張 最多齁 你要幾百張隨便你啦 如果你就連一生充滿了 充滿了傳奇 五張實在沒有辦法沒有辦法表達 那你要用幾張隨便你 但至少五張 那五張啊 那我們給各位的 各位請你今天一定要教 因為你可能要收集一點時間 先收集一點資料 我們請各位呢 一個禮拜以內 一個禮拜以內 請你把它存成 那個PDF檔 把它存成PDF檔 寄到我的信箱 所以下午呢 我會把我的信箱 寫在黑板 請你一個禮拜內再寄給我就可以了 ok 因為他們跟我要的那個分數 他們跟我要分數 所以基本上我就以這個東西來做各位 做各位這個分數的依據就好了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題啊 我們來看一下呢 把它存成播放檔 來做做看 ok 所以你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做一個動態的個人的履歷表 那這五張呢 你就自己想一下 要怎麼做 相當簡單 五張而已 各位呢 你就稍微想一下 好不好 好啊這什麼都做好 你再把它email到我的信箱就可以了 好 來那我們繼續把它完成 第一個先存檔 先存原始檔是一定要的 做好了 測試過沒問題了 我們就按一下存檔 好儲存檔案 好儲存檔案以後呢 那接下來我們再另存新檔一次 好我們再另存新檔一次 另存新檔 這另存新檔按下去之後 按一下瀏覽 好 瀏覽 這個另存新檔啊 瀏覽按下去之後呢 你從底下的存檔類型這邊 你把它點下去看看 裡面就有 第一個 你先看到的就是PDF檔 所以另存新檔可以從這邊來存 好 那我們要的是播放檔喔 所以麻煩各位要選這一個 的播放檔 PowerPoint的播放檔 請注意你在底下還會看到一個 97版跟2003的播放檔 有沒有看到 這個你選這個你要稍微特別注意喔 因為呢我們現在已經到了2016喔 2016裡面有很多的效果 是當初2003所沒有的喔 所以你選這個播放檔 2003的97到2003的播放檔 很有可能會有一些效果會出不來喔 喔 你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喔 所以你就選擇這個 PowerPoint播放檔就可以了 喔 我那天遇到一個學生 他在某個工會裡面上班 他說他們裡面的PowerPoint呢 是2003版的 握的也是2003版的 啊你開的摩啊 啊問題是工會沒有錢買軟體 喔 所以呢現在很多東西 事實上很多的公司 甚至於是公家機關 還停留在2003版 喔各位知道2003版多久了嗎 喔可是呢 他們很多事實上是不願意update 或是沒有錢update都有可能 喔所以呢 基本上喔 這個也是我們要考慮的 所以未來假設呢 遇到這種情況 各位都要思考一下 實際要把檔案呢 我們在做的時候 要把檔案的版本存低一點喔 好那這邊呢 我們就選擇PowerPoint播放檔就好了 好ok齁 了解嗎 可以嗎 好以上啊 我們按一下儲存 好啊存完之後喔 他會在你原始檔的地方 因為剛剛我們沒有修改存檔的地方 所以呢 他存起來是存在哪裡去呢 他是存到跟你的原始檔放在同一個地方 他存過去跟你的原始檔放在同一個地方 檔名啊 我們也沒有改 檔名也沒有變 所以呢 等一下呢各位要找的時候啊 來我幫你看看 好看一下 在這裡喔 我放大給各位看 在這邊這個就是播放檔 長這樣 原始檔呢是長這樣 原始檔長這樣 你存成播放檔的話是長這樣 好他的符號長這樣 好我以這個大圖式來看喔 我把它切換到這個大圖式喔 你會比較明顯看到他們的不一樣 好這個就是播放檔 這個呢你直接把它點兩下 他不會用PowerPoint打開 不會他直接就播放了 好各位你看我把它點兩下 你看 你看 就直接播放了 他就沒有在用PowerPoint先打開的問題 沒有 是直接就播放了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像這個呢 就是純粹播放 不用經過PowerPoint的一個情況 好所以呢 如果你做成動態的履歷表了 到時候寄給客戶 或寄給那個面試官 他直接點兩下 就直接可以看到 這樣就比較方便 他不用再經過PowerPoint的部分 因為如果假設他用PowerPoint打開好了 同學 假設他是用PowerPoint打開 好啦 你寄給他PowerPoint 結果他PowerPoint打開之後變這樣子 問題來了 萬一對方不知道怎麼播放怎麼辦 他就寫給你 某某人對不起 你的檔案我收到了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播放 你可以教我一下嗎 那所以呢 那個同學呢 就用email問我 老師請問PowerPoint怎麼播放 是啦 你問我這個問題 我說好 請你用Google打關鍵字 請問PowerPoint怎麼播放 這樣 沒有開玩笑的 搞半斤 按一下鍵盤的F5就可以了 但是呢 我們就告訴各位 這樣的話不是造成對方的困擾嗎 不用 你就寄給他直接播放檔就好 點兩下就可以播放 很方便 這樣子的話呢 那麼OK 這個檔案我們就完成了 好 效果也不錯 好 OK 另外呢 花一點點 第二題我們下午再做 第二題下午再做 那麼上次有同學問我說呢 我 我上次有提過說 我們有時候會用另外一套軟體 來做播放 來做那個什麼 來做PowerPoint的播 來做那個投影片的播放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email我秀我demo一下給你看 這是我之前在人資所研究所做的一個小小的練習 那麼我們就 我就利用這套軟體做了一個小小的簡報 各位有興趣的話 我們播放給各位看一下 你也可以順便看一下 如果你對這個有興趣 你記一下那個軟 記一下那個名稱 那個是線上的線上的 你要到線上去去做登錄 帳號登錄 你就可以使用它的功能 這套叫做P-R-E-Z-I P-R-E-Z-I 線上的線上的簡報製作 P-R-E-Z-I 好 網路上有很多種簡報的軟體跟製作的方式 這只是其中的一套 所以呢 基本上應該還蠻好用的 好像他其實效果也還不錯了 但是他他有很多種的形式 各位有空你進去可以慢慢研究 因為沒有時間研究這個東西 我們只是去製造廠去用它 然後各位有空可以再做去研究它一下 好 他還打開長這樣 如果你做好長這樣 啊這一張一張都是投影片 好那我們開始播放的時候 他有一個Play 按一下 好我們開始第一張有沒有 因為那時候我們人之所進來 人之所進來要先自我介紹 電影研究所說 他我們做自我介紹 所以我就做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介紹 一個 一個簡報檔 好 他是這樣變換的 各位知道嗎 好 他跟PowerPoint的效果就不太一樣 好 他是這樣啊 他有很多 他有很多的形式 他的背景有很多 這是其中一種背景而已 所以 各位如果有有興趣都可以直接到這個網站去 然後你登入參 進入他的會員 你就可以使用他的這個功能 然後呢做好線上簡報做好以後 你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好啊存在我的隨身碟裡面這樣子 好 他好像也可以放音可以放背景音樂 可是那時候沒有放而已 他那時候我是以這個小小小編當做那個 插圖 這樣結束 所以 要做這樣的話呢 他是有一套流程 你到網路上再去研究一下 網路上好像也有人 也有人在做這種教學 所以呢 你可以 如果你對PowerPoint 覺得 對他的效果 你不是很滿意 這個你可以參考一下 ok 他這套 這套 線上的 簡報製作叫做PREZi 可以自己進去看一下 好不好 他是英文的 英文的網站 不過還好Google他可以幫你翻譯 雖然翻譯的效果很差 但是呢 至少 可以POPP怎樣 好 好 剩下時間啦 剩下十分鐘我就不往下講 第二題我們下個 下午再來做 第二題下午再來做 剩下時間啦 十分鐘 各位自己在位置上休息一下 好 幫我看一下燈 謝謝 我們作業呢是這樣子 請你用PowerPoint喔 做五張的簡報 五張的投影片 好 至少五張投影片 好 那麼 來 做一個履歷表 你個人的履歷表 好啊 所以如果你做好了 如果你要直接把它當作面試的資料 那也ok 好 如果你覺得 欸這樣可以當作我到時候面試啊 進出去 企業呢 當作面試的資料 那也ok 好啊但是請你呢 第一個要先 email給我 因為這是你的作業 要打分數的 好不好 大概留一個小時吧 因為我們主要是讓你回去 可以收集一下資料啊 比如說你可能要放你的大頭照啊 肯定要放你的婚紗照啊 面試 面試 放婚紗照 之前有說 之前他會那個履歷表說 請放三個月內的照片有沒有 他就幫他出生三個月內的照片 誰看得懂你 這出生三個月是長什麼樣子啊 他不是說出生三個月內嗎 三個月內是 你最近三個月內 不是你出生三個月內的照片 好那每個人長得都一樣 好 好 一定要大頭照片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 婚紗照也可以 美美的婚紗照都沒關係 好不好 隨便隨便 隨便 有名的 然後拿著 紮尿 乾淨 她是可以的 摘紋 紮端 紮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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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炒面 是要做到很短的 炒面 就要做到很短的 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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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